解禁五年 日本积极出口武器装备为何却颗粒无收 相比之下 中国是怎么在该领域做到全球第三的 为什么值得所有国家学习 二战以后 日本凭借极为惊人的速度快速崛起 甚至一度曾威胁过美国的地位 然而近些年军事上却被中国远远抛在了身后 在国际上也不受待见 几乎没有国家主动提出要买他们的装备 只让不少日本国内的人开始反思 主动学习起中国先进的出口经验 但他们成功了吗 近日据报道 自2014年放宽防卫装备出口条件以来 日本至今仍未出售过任何一件军事装备 这一结果显然大大出乎不少人意料 毕竟熟悉的人都知道 日本虽然在军事上同中美俄差距比较大 吊打普通国家还是没有问题的 就连印度这样的进口大国都没有买过一件他们的装备 显然不合理 当然有因必有果 事实上 印度还真计划买过他们的新名US-2水上飞机 只是日本人作死搞砸了 一架水上飞机卖F35A的价格 约6.3亿人民币 让印度人面露难色 提出要求转移技术到当地生产 结果自然是没有坦诚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日本引以为傲的苍龙集潜艇上 作为现金排水量最大的常规动力攻击潜艇 一张先进的AIP系统 苍龙集潜艇有更加优秀的静音能力 并且水下活动时间远超普通潜艇 按理说是有一些优势的 在被当作拳斗产品吆喝了几年后 终于吸引了澳大利亚总理的兴趣 但意外的是 新总理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否决之项合作 转而选择愿意雇佣澳大利亚员工的法国企业 照顾国内产业 军事装备的出口困境 引发日本国内的忧虑情绪 有专家主动站出来表示 类似的情况早已在日本制造业上显现 政府需要好好反思 向中国人学习 其实说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中国确实是最有发言权的 毕竟以前我们什么都没有 只能靠买或者自己研发 如今却摇身一变 全球前五的5G出口国 绝对是有理由的 一个原因是中国人 本着卖武器交朋友的心态 价格给的不算高 另一方面对盟友从不吝啬 愿意部分提供技术援助 再回看日本人的骄傲和自满 价格上冷面无情 技术上不管不顾 选谁就不用多说了吧